大海轻轨是北台湾的第一条轻轨路线 初期的营运里程7.3公里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民众在搭乘的时候 上下车也跟一般的捷运不一样 必须乘客自行按钮 车厢才会开门 捷运公司说 这是为了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但是对民众来说 可能真的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了 新北市三环三线中的 大海轻轨绿三线即将通车 新北市捷运公司表示 淡海轻轨是北台湾第一条轻轨路线 初期营运里程7.3公里 全线11座车站 除了都有设置台湾艺术家 吉米为轻轨量身定租的公共艺术品之外 车站的指示牌面还有刷卡机 也都放上了吉米公共艺术 非常特别 而民众在搭乘上下车的时候 也与一般的捷运不一样 乘客必须自行按钮 车厢才会开门 北捷在搭过的过程里头 事实上的话它只要刷卡进站 车门一打开就可以进站 但是事实上的话轻轨不一样 轻轨在搭车的过程里头 那么你在月台这边等 那列车到完以后 一定要按钮 那么车门才会打开 才可以进入 这个是跟北捷不一样的地方 同样的呢 你要下车的时候 也一定 车子停了以后 你按那个钮 这个才可以打开 民众才可以下车 所以要提醒各位民众朋友 那么无论如何一定要熟悉 我们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模式 捷运公司表示 弹海轻轨列车 从设计 制造到测试 全车在台湾完成 去台湾首例的 执行国车 国造的案例 乘客必须在列车 停火时 自行按钮 开门 上下车 而捷运公司说 这个是为了要达到 节能减碳的效果 捷运公司表示 由于一般的捷运近战 不论是有没有乘客 上下车 门都会打开 造成在夏天时 冷气流须消耗能源 而捷运轻轨按钮 开门的设计 是可以节省电力的消耗 而另外在行进间 有车厢内的乘客 如果是不小心 触碰到按钮 因为有轻轨驾驶 控制安全装置 并不会在行驶中开门 不过这样子的习惯民众 可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 记者许端一 带去采访报道